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布布,我是一个艺术家,也是设计师,然后在广州或者是广东,其实艺术家是无法靠作品生存的。 我是燕子,布罗河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疗愈的滋留地。 我是坚信他们的这种温柔和可持续的能量是可以和之前的一些结构有所不同的。 我也一直坚信那句话,就是take power but differently,这句话我相信会在我们今后的实践中被看到。 我其实很认同刘迪讲的这些部分,然后我可能想补充的是,关于集体里每个人的界线啊,然后我们怎么去互相信任啊,互相保留。 其实也很重要,这是我认为集体可以持续下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又在一起工作,然后又保留彼此的独立的成长的空间。 而不是让这个集体把个人的那些气质全部侵蚀掉,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是小天,然后我其实是也做写作,然后也会做策划类的工作。 然后我是波罗河的朋友。 我叫刘蒂,我是住在香港的研究者和写作者。 然后我也是跟广州的朋友们有长年的合作和感情。 那么这一次作为波罗河是一个波罗河的卡塞尔项目团队成员。 同时也是作为阅读间的成员来参与这个项目。 全家要一起快活来呀,去海边河落下,永远于心中感激我的全家。 对,然后刘蒂刚刚说的那个项目成员跟reading room的阅览室的那个工作。 其实我们两个都在合作。 对,所以这次项目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挺新鲜的尝试吧。 对,我觉得都挺好玩的。 然后说到波罗河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公司,对我来讲。 它一开始是从,有两个女性创作者。 一个是Bubu,一个是猫仔。 Bubu and Cat,她们发起的一个公司。 她们就是会跟我说,一开始她们都是跟自己的伴侣开一些设计公司。 就是比较像自己私人接一些design或者设计单,然后一些创作类的活。 但是呢,在这种比较单独的家庭关系里,有时候公司的界限就不是特别分明。 然后她们就想一起合作,来尝试搭建一个更属于她们两个人自己的一个合作的空间,看看有没有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开始的点,2019年的时候,她们的公司就成立了。 然后她们就想脱离这种比较单独的家庭的视角,然后去到一个更公共的更开放的地方。 然后当时找空间的时候呢,又有一些故事。 然后空间非常漂亮,但是它有点大。 所以她们就想邀请朋友来加入,就邀请了Reading Room。 嗯,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分摊房租。 Reading Room那个时候还有机构的支持。 所以大家其实就在一个比较草创的和乐融融的状态里去开始了这个空间。 关于她的商业模式其实也很有趣。 她们不仅仅希望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视觉更打开。 然后也因为Reading Room的关系,有很多朋友会来看书嘛。 然后平时大家就会聊天。 对。 然后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才能。 就比如说我会剪片,然后其他人会拍照。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面对一个比较商业的工作。 然后大家就可以组团。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波罗河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coordinate或者gather的作用。 她们就会不停的去找这些工作。 然后具体到一个项目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项目大家一起合作。 然后所有的收入的分配就是20%是那种基础设施比如水电啊。 然后一些特别基础的维系这个空间的工作。 然后80%呢就会变成来参与的人一起按劳分配。 就是这个分配方式其实是跟其他公司不太一样。 其他公司一般就是老板拿最多。 然后员工就分一点点这样子。 但我们就不喜欢这样。 我们想要更平等的更自律的去分配这些钱。 所以每一次分钱的时候,大家就会坐在一起说, 我可能付出了多少,然后就去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最后再分那个钱。 有好几个项目都是这样来运作的。 对,这就是他们发明的一个商业模式。 好几个钱。 好几个钱。 像这个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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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菠萝和它就是根据小天的介绍。 菠萝和它不仅是一个空间。 一个公司。 一个平台。 一个社群。 同时也可以就是借用, 借用Runrupa的一句话。 就是a collective of collectives。 就是在菠萝和这个平台下边, 我们自己也有比如用我们的阅读间。 Reading Room。 那么还有些其他的朋友。 其实还有包括像布补和猫仔。 他们那个就是先生发起的焚火。 一个杂志。 亿元前的杂志。 这个在国内, 包括在海外艺术界都有一定的名气。 所以里边就会有各式各样的, 大家还有自由组合, 产生出新的一些不同的项目。 那么因为我大学学的正好是社会学。 然后呢, 非孝通其实他就是我大学很久以前的老师。 在我同一个大学系里面跟教。 那么他提出的这个关于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 叫差序格局, 就影响了非常多的中国的学者也好。 然后就是以及, 基本上就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日常的概念了。 也影响到了国外, 他们如何观察对于中国社会的体验。 那么其实我们阅读间在翻译和介绍, 这一次Runrupa关于米苍整个概念的那个小册子的过程之中呢。 其实我也当时想到了非孝通这个概念。 其实他跟米苍这个概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都是从, 就是在农业社会开始的一个概念。 因为在农业社会呢, 大家就是进行农耕劳作。 那么你的经济活动, 你的产出, 都是围绕着农耕行为。 就是以家庭社群为单位。 同时要抵御来自自然界的风险啊, 什么台风啊, 洪水啊, 汗烙啊, 这些灾害。 那么都需要你的这个社群去一起面对。 那么米苍和非孝通在基于中国就是江浙一带的农村地区考察的情况, 所发展出来的这些概念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那么他也确实提到了你有一个核心的社群, 同时在慢慢一步一步插序格局, 扩大到你稍微更远的关系。 嗯, 但他这个东西就会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到今天的社会, 即使就是中国社会已经经历过这么巨大的变迁在过去一百年。 同时在过去二三十年, 尤其是我们成长的这一代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那么个人主义其实是影响我们这一代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 大家都会想追求一种更加自由, 能够更加注重彼此的私人空间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关系, 或者说这种非孝通所提出的插序格局, 它已经不再重要了。 我觉得相反, 它恰恰是刻在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那个DNA那个印记之中。 尤其是比如说像波罗河, 虽然我们都是比较年轻, 相对已经不再年轻的80后一代, 大家已经是所向往的一种比较个人自由的生活。 但同时大家会意识到, 那么其实我们失去的是什么? 我们其实失去了, 或者甚至说现在社会所不再那么尊重的, 正是我们过去从小, 从父辈啊, 祖父辈那里耳濡目染所看到的一种大家庭的温情生活。 这反而是我们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所想要去, 在某种程度上所回溯的一种生活。 尤其是在中国现在社会, 公共空间的缺失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在公共空间缺失的情况下, 我们在尽可能的能够在私人空间去搭建一个尽可能的包容我们的朋友和社群的一个小公共空间就尤为重要。 让大家可以找到一种归属感和共同感, 去进行一些公开讨论, 去分享我们对于日常生活以及周遭环境的一些回应。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波罗河创始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一种归属感。